据英国媒体报道,英国知名特技演员沙顿当地时间14日参与华翔一飞行活动时意外命扫瑞士阿尔卑斯山区 42岁的他在数千米高空由直升机一跃而下后,似乎太接近地面才打开降落伞 加上当时他的时速达200至250公里,撞击力强大,摔死在山脊上 沙顿也曾在伦敦奥运开幕式演出,扮成007情报员詹姆斯邦德 又装扮成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伙伴跳伞进入会场,是开幕式最吸引人的桥段